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music正在看 我是你们的老郑 现在的很多人都越来越关注一些国际的体育赛事了 有的时候在一些世界级的比赛现场 突然听到咱中国的音乐 是不是既惊喜又自豪呢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冬奥会上响起的中文歌曲 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女子花样滑冰比赛中 澳大利亚选手布洛克里韩 在参加自由滑比赛时所选用的音乐 就是周董自编自导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里面 原声带配乐 歌曲在当时还拿下了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电影原创音乐奖 而这次澳大利亚选手的选举 不仅让所有中国观众眼前一亮 也让周董回应 喜欢花样滑冰的小伙伴 可能对王世月和柳新宇这对活宝组合并不陌生 作为中国花华界最受关注 也是最优秀的组合 前段时间因为在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中 表演的一简没 直接让他们火出了圈 整场表演最难的地方 大概就是别笑了 两个人把冰场变成了广场 不仅是功费蹦迪 还展现了一下国家队的广场舞实力 连解说都忍不住笑了 花样滑冰女子担任华运动员陈璐 在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上 选择了这首家喻户晓的梁柱作为配乐 一身紫衣的陈璐 像一只蝴蝶在冰上起舞 而它出色的艺术表演力和技术技巧 加上梁柱动人的旋律 完美的演绎了一段流传千古的中国爱情故事 打动了全世界 最后成功的拿下本场冬奥会的铜牌 也因此被誉为冰上蝴蝶 把体育和音乐用这种方式结合起来 不仅能让世界的人听到中国的音乐